不是,葛亮你说的黄金像合着指的是缝墨之力啊 剧中量产杂兵是狮王家臣 精英骑士是巴尔克斯 三期最终龙的狮王 甚至最终boss都把缝墨的底衣给穿上了 就这狮王关联多 我看你这令和五帝也别叫啥嘎拉德了 干脆改名叫狮王season 2吧 开个玩笑 实际上这缝合皮套嘛 令和近几年西内缝合西外缝合都给他玩出滑的 那么本期视频 阿党就趁着嘎拉德好狮王羊毛这件事 来给大伙仔细见上一波这些缝合怪 首先便是嘎拉德最新影画里的两个究极缝合怪了 格里昂变身的骑士 名为假面骑士埃尔德 其技术版多拉德曾在夏季剧场版登场过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剧场版的格量是三眼恶魔套皮 和距离格量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这点你对比下两者的皮套便能发现 多拉德配色为黑红 而埃尔德嘛 则是贯穿了黄金理念 一身金黄尽显尊贵 而他埃尔德缝合的是啥奇事嘛 这里想必大伙一眼便能看出来 对没错 就是X暴龙 该说不说 改的还算挺成功的 毕竟埃尔德便是使用的科米卡 便是黄金龙 有龙的元素 但是嘛 这皮套只可远看不可细看 他身上的印记看似是刻上去的 可实际上就是个贴纸 缝尔皮套就算了 还要上贴纸 合着东大妈 你这设计个新奇事 只舍得用一个颜料啊 至于本次埃尔德皮套上 最抽象的一个元素嘛 那便是他的敌一了 直接将蜂魔给夺射了过来 好消息是 用的是狮王蜂魔 并不是蜂魔狮王 换消息是 小魔王要永远失去一个最强形态了 等会儿 这玩意叫埃尔德 缝的是石王蜂魔 那结合在一起不就是埃尔德之王 不过这埃尔德的前身嘛 实际上也是一个救济缝合怪 他上半身的装甲 来自于格里斯的最终农家乐 取买来自于一种的黑洞形态 而手臂小甲嘛 来自于利维斯的风雷 至于这下半身素体嘛 则是致敬了传奇 两极死报死日嘛 这么来看 明黑王扣扣扣扣 喜欢缝合别人的装甲 也算得上是传统了 而戈哈德49话里 另一位缝合怪 瓦尔巴拉德黑缸嘛 这玩意更是缝合之王 前面正片没播出时 阿当只看出了 肩甲来自石王二 胸甲来自石王 底衣来自果冻龙 小腿甲来自盖茨复活者 手臂甲来自斗魂 但正片播出后 仔细观察后 阿当才发现 这瓦尔巴拉德黑缸的手环 也是缝的 是拿人家埃克塞德改的 一个形态现进六个皮套 不会是超一级炼金术石 噶哈德最终豹斯格亮 缝合缝魔之力 只是特力 错了 这是令和豹斯的老传统了 几乎最终豹斯皮老板 他的皮套嘛 改自于不过的突击野狼 而底子则是改的 几乎传奇耐改王举目 主打的便是一首 大钢炮文化传统 而几乎巨张版 与微偏外转豹斯嘛 这俩看似是几乎那样的换色 但实际上人几乎那样 只是一副皮套 黑虎与金虎的装甲 军事改的灵意 他爹洛炎蝗虫 甚至这洛炎蝗虫的装甲 在此之前 便被灭拿去 改为了自己的亚克都西 不过嘛 就按照东他妈这皮套 保存能力来说 几乎那样这一身白的造型 怕不是不出个十年 便会氧化 自动变成金虎那副模样了 这一波金虎属实是 提前给观众 打好预防尸的 而在金虎前 利维斯的最终豹子施加嘛 他的皮套 则是将剧场版里的 戴蒙给冲突了 但你硬要说的话 实际上真正的受害者 是破壳暴龙 利维斯里 齐美拉 戴蒙 施加这几位骑士 他们的四只装甲 均是改自于破壳暴龙 甚至这里面戴蒙的披风 还是直接用到大善人的 不过嘛 这大善人实际上 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在全身上下 除了术和披风之外 其他都改色缝合的 头盔用的是蝎王龙 而身上的装甲 则是用的石王家臣 并且后续登场的老巫 也是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缝合改色 但你还别说 石王家臣 这皮套是真的 亮大管宝 圣人里给最终豹子 拉拥昏色 嘎拉德里 照样能凑个量产军队 照这个路子来看嘛 后续的作品 八成还会有家臣的身影 此外 圣人里还有个角色 也是使用了 其他骑士的装甲而来 此人便是登场于 假面骑士 圣人完结舞台剧之中的 假面骑士流苏 他全身上下 都是改自于 池基里的鲁邦 二者除开颜色 与腰带有所区分外 其余的部分 均是一样的 至于圣人里 其他一些缝合改色嘛 便基本上 都是系内互相换色了 例如青感飞龙 改成了 终极巴哈姆特 龙骑士 被改成了 全开圣人等等 但另何年代 开创拿其他系列 骑士装甲 缝合车 聚中暴子啥的 生生估摸着 便是首帝了 那么问题来了 大伙们 这刚才的聚中暴子 缝合了X暴龙 与失望缝魔形态 你觉得这玩意儿的颜值如何呢 不喜欢 没事 另何年代 缝合改色成功的启示 还有着不少的 代表人物 便是吉虎里的那几位 泰黎的五人形态 改自于双子 头盔以及胸甲的部分 就是将双子的重新涂了个色 而其双腿部分 则是重涂了 忍者待空的下半身 因此小腿甲上的 手里剑元素 也是得到了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 五人身上的钉子细节 实际上只是涂装 并不是真正的 做了个钉子上去 所以细看的话 五人还是有些小瑕疵的 但是要配合上特效嘛 那么 不过同样出自于几乎之中 霸牛的最终形态 暴力狂怒嘛 这位就稍微有些拉了 建议改名为暴力狂风 更加合适 武器用的是游戏天神的 胸甲小臂甲是忍者玩家的 肩甲是双子的 腿甲是怪兽的 至于看上去是新规的头部嘛 实际上是拿邪魔图改的 顺带还给你偷了一手双子的辫子 好在配合上 披风动起来 整体的效果还算较为不错的 而关于几乎经费的问题嘛 实际上还真不能怪五部 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几乎这部剧 本身的经费相比较 其他启示就比较少 至于你要问令和缝和缝的 最成功的启示是谁嘛 那么阿当个人认为 绝对是王流了 王流的敌衣 与四肢的装甲 均是假面其实实际的改色 但上半身的头与胸甲们 却是新规之造 而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嘛 嘿 还真就完美融合了 没有意思为何感 世界的敌衣 就像是为了王流而诞生的一样 只可惜王流这皮套 登场的时间着实有些短 仅仅只有过聊聊几次的战斗 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 登场时间短 且不是主要战斗角色 利维斯是咋想给王流 整这么多新规的 总不能是因为50周年 资金太多没地方用了吧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按照惯例 我是阿当 咱们下期再见